民眾無意間發現白骨 讓沉疾多年的花蓮五指病案露出曙光 記者重回現場 相關證物已經被清理乾淨 不過警方當時在現場 有找到用黑色塑膠袋做成的繩結 和當時套在五指頭上的塑膠袋 顏色款式都一樣 打劫的方式也雷同 研判有可能是行凶殺子後 在這裡把繩結綁在樹上 畏罪輕生 現場的判斷大概初步是超過三年以上 所以真正的死亡原因 我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就直接來做說明 為了查明這兩具骨骸 到底是不是劉志勤夫婦 刑事局12號派員從台北南下花蓮 要把這兩具骨骸 還有相關的證物帶回台北化驗 檢方也表示 主要會針對骨骸的身分 還有可能的死因 來做相關鑑定 兩具無名的屍骸 做採集DNA 然後骨骸的做一個身分的確認 那之後會再做 整個有沒有一些毒性反應等等 不過由於兩具骨骸已經放置很長一段時間 增加化驗難度 檢驗結果何時能出爐 法醫也沒把握 今天有可能嗎 今天有可能要看檢驗的狀況 兩具白骨到底是不是劉志勤夫婦 現在就等刑事局送交法醫研究所化驗 一般而言如果是新鮮的檢體 三小時之內就會有結果 不過這兩具白骨已經放了好幾年 何時會有答案 現在也只能等待 記者 廖威靈 廖宇智 華聯報導